五百一十八根金丝 直径零点二毫米 走了八千多圈 成了龙岭 上万圈后 成了皇冠 金丝裔善官 万历皇帝朱裔军的御用纸 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 唯一一件皇帝金冠 整重只有八百二十六克 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 像青纱一样薄透 又如蝉翼般轻盈 工匠是匿名的王者 既以登峰造极 数以万计的缠绕 穿行 盘旋 竟然难以找到接缝 浑然天成 宛如天降神物 金冠的顶部 嵌着两条金龙 镂空的龙身 赞克的龙手 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 仿佛只要一声霹雳 就要凌空腾飞 和金丝益善官一同出土的 还有一顶乌纱益善官 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代的皇冠 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 益善官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 长幅着庄 组成冠冕的前屋 后山及折角三部分 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 顶待于至尊之处 皇冠 皇冠与凤冠 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 十二龙九凤冠 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 王公妃的凤冠 这顶凤冠总重两千五百九十五克 合计五金二两 玉带齐冠必成其重 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 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 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 仿若晨光破晓时 星星点点的大海 镂空的金龙 口吐玛瑙 凤冠随着人的动作 鸟鸟停停 金丝点翠 流光溢彩 世间能寻 可寻的贵重之物 心中能想 可想的极致心思 凝聚于龙凤二冠 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 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 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 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 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 大礼与天地同结 王者将天下置顶 金丝与点翠 龙飞与凤 显现着明人高超的记忆和典雅的审美 四百年后 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 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 飞龙在天 有凤来仪 龙凤成祥 好事成霜 义善观 说他不太熟悉 主要是义善观在前面的朝代当中 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行 但是定灵不光出土了义善观 还一下就出了三顶 数量是最多的 这三顶义善观当中 其中有一顶 就是在万利头顶上带着的 也就是说万利死后 入脸下葬的时候 也选择了这么一顶 咱们大家不太熟悉的 这么一个观世来佩戴 那么这个义善观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找来 经过复原之后的 定灵出土的义善观的实物 这三顶义善观 有两顶是用黑纱制作 一顶是用金丝制作 从形质上来看 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前屋 后山 还有折角 前屋呢就是戴在头顶上的 像是帽子的这部分 而后山是立在脑后 向上耸立着的 可以放发际 折角呢 在后山的后面 两个立起来的 好像是兔子耳朵一样的 这么一个装饰啊 非常有意思 明代的这个义善观的形质啊 其实我们通过研究发现 它应该是从北周时候的 折上金发展而来的 到了隋唐年间 基本定型 在大唐新语里面 就有这样的记载说 贞观八年 太宗出府义善观 但是 使道当中却没有说明确地 记载那个时候的义善观 什么样子 而到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 他也规定了说 皇帝在处理日常政事的时候 需要佩戴一种叫做 乌纱折角向上金的 这么一种观 之后参考了唐代的教法 把这个观改名叫做义善观 其实我们看定灵出土的 这三顶义善观的材质 非常有意思 如果说啊 我们从史料当中 可以明确地知道 这两顶乌纱制作的义善观 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候 需要佩戴的长府观的话 那么 我们翻遍了史料 也没有找到 这顶金丝制作的义善观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戴 这顶金丝义善观 通体采用黄金来打造 但是 总重量竟然没有超过两斤 只有826克 这个金丝最细的地方 有学者做过检测 它只有0.2毫米 整个金丝的编制 疏密一致 而且你很难发现 它焊接的痕迹 因此整件义善观 它是从 掐丝拉丝藏客 再到汉街等等 各种工艺都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 才能制作出这样一个精美绝伦的金观来 可以说是堪称国宝 可就是这么一件国宝 我们翻遍了出土的食物 史料 传世的画作 再没有找到第二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